小凤狠心丢下孩子不管,独自伤心离开,画面有人心疼。网友直言,太狠心了。相信最近看过小凤小木视频的都知道,前段时间因为两人离婚事件闹得人尽皆知,甚至牵扯到身边无辜的人,比如小木多年的干妹妹燕子、老鹅断羹、毛妈妈被气晕倒等等事件都发生过。 现如今事情过去一个多月,小凤也公布了已经拿到离婚证的事情。当然,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那么多,孩子怎么办? 众所周知,小凤小木是组合家庭,在之前两人各自都带着一儿一女。小凤与前夫的儿子海青跟随父亲在湖南生活。小木与前妻的女儿雪瑶一直随小木生活。 自从小凤小木结婚就又生了两个儿子,就是欧帝与小云宝。网友直言两人真实能干,光孩子就要养四个,都知道小凤昨天已经公布拿到离婚证的消息。 今天归属地却显示在湖南了,好奇的网友却质疑,为何小凤回湖北几天,视频里从头到尾都没见几个孩子现身。 对于孩子的问题之前小凤也说过,欧帝跟小木,小云宝随小凤去湖南。为何这次小凤离开又不带走小云宝呢? 一时间将小凤的为人处事推上舆论风口浪尖,有的说,夫妻还是原配的好,也有的说。 小凤太强势很难相处,甚至有的说,小凤到底要结几次婚他才满意。 可谓人红是非多,对于小凤这样的做法说什么的都有,想必小凤的做法应该也是有他的道理。 不然哪个做父母的愿意丢下自己的孩子呢? 大家说对吗? 对此不知屏幕前的你怎么看? 欢迎留言评论区,我们下期见拜拜。